这样的跑车吗 这辆跑车的设计者叫陈银熙 他现在在海口一家玻璃加工厂上班 干着与自己所学的汽车工程好不相干的工作 因此陈银熙觉得 总要自己设计一辆车才能不负所学 我从小就一直梦想弄那辆跑车出来 电动是因为刚开始投资比较少 就随便先弄个小电机装在那里能跑就行了 陈银熙说这辆跑车是他通过电脑设计的 造型有像马沙拉蒂的一款车型制衣的意思 至于组装车子的材料 除了外壳是他工作的玻璃厂制造的 其他大部分是从网上淘来的 这辆车总共的造价才三万块钱左右 大伙也别指望他跑得太快了 四十码已经是极限了 有时候车子是否炫酷 真的不一定要以速度来衡量 咱们又不拍速度与激情 颜值高就行啊 这不江西上楼的余杰涛 也开了一辆慢吞吞的跑车 这辆花费十多万元 打造的金蚕海电动成红木跑车 是余杰涛和他的两个徒弟 耗时半年多完成的 瞧这设计 这飙工据说坐上这辆车呀 还能招来滚滚的孩子 下回谁要在路边看见了 记得蹭个顺风车呀